如果想要在所有路段 都能轻松安全的超车 需要有一辆排量在1.5T或者2.0以上 百公里加速能跑进10秒的车子 那么花多少秒完成超车才算安全呢 这个超车花的时间 就决定了这个超车时的事故率了 公路最高限速不同 安全超车时间也是不一样的 2016年信息与知识技术国际会议上 有关于超车事故的数据查下来了 公路限速在50到7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 用9秒左右完成超车 事故率会最低 公路限速在70到90公里每小时 和90到120公里每小时 想要事故率最低 需要把超车时间控制在7秒左右 那安全超车的时间是7到9秒 但超车时候真正考验汽车动力的时间 只有2.8秒 因为我们的车头 在追上前车的车屁股以前 我们已经根据自己的车速判断 能不能超车成功了 那这个时候如果感觉车速不够快 其实就得终止超车了 就像造房子的时候 地基搭好了要评估一下地基质量了 地基质量不好了 那拆了重新搭 难道你要把房子弄起来 贪了之后你再来啊 换句话说呢 在还没追上前车这段时间 真正考验后车的动力了 这个时间段在汽车超车研究中 也被叫做加速阶段 那根据国外对2000辆轿车 超车行为的统计报告呢 各时速下面汽车超车加速阶段 所用的时间在2.51到3.28秒之间 超车的时候平均下来呢 2.8秒左右的加速时间 那这段时间里车子速度要提高多少 市区高速情况是不一样的 公路超车速度与被超车速度表 有这么个玩意的 查了一下 在时速60公里以上的国道和高速上超车的时候 速度差要有20公里每小时 那市区呢 车速是比较低 超车速度差规定值也偏小 只有12.5公里每小时 但是市区超车有种特殊情况 就是车道只有两条 超车时要借对向车道 避免被对向的车道这个撞上了 所以车子的提速是要更厉害的 北京交通实验室做了一个 借对向车道超车时的成功率统计 统计了超车失败 超车非常困难 困难 一般 容易 非常容易 这6个档次 双车到公路上面 要让超车非常容易 这个速度差需要在30公里每小时左右 所以总的来讲 要轻松超车 普通公路需要在2.8秒之内 能够提速30公里每小时 高速路呢 需要在2.8秒内提速20公里每小时 那汽车判断加速度快慢 一般是用机制来表示嘛 1G相当于1倍的重力加速度嘛 这相当于9.8米每秒的次方 这个加速水平差不多在市区的时候 要有0.3G的加速度 高速上面0.2G的加速度 那么市面上有哪些车子能达到这个水平 我这里的话呢 有一些市场上主流车型 0.0加速的极值数据 常见的比如说 大宗高尔夫1.6自动打 雪佛兰克鲁兹 这些车呢 它们的平均加速度呢 0.2G 在市区有0.3G 高速有0.2G加速度的车子呢 1.5T思域 1.5T朗逸 2.0自然吸气 马自达CX4 实车这些车子 百公里加速呢 要在9到10秒之间 那么市面上 加速达到这个水平的车子 基本上都配了1.5T 或者是2.0的自然吸气 价位呢 10万块钱过头一点 那百公里加速时间 9秒多一点的车子呢 超车时候动力是够用的 但开起来 你就是稍微有一点点 颓悲感而已 你车子要有多快 要猛到什么份上 才会让人觉得血脉膨胀 足够激情 还是说动力都还好 样子啊 帅才会这样啊 各位朋友 这个东西没标准答案的 留言区分享一下 你自己的想法 我也看看 大家都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 那我自己这里呢 也准备了个 0到100公里每小时 加速几秒 才算是有劲的 这么一个清单 你也可以点播放列表看一下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打理点赞支持一下 转发给你的朋友 不要忘记点 屏幕中间的订阅按钮 这样我一更新 你就能收到了 备胎说车 等你来玩哦